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核心后 媒体和地方政府为习近平造神的运动愈演愈烈 本月初全国两会召开前 党媒人民日报推出名为人民代表习近平的短片 当中选用的一张一名青年在地头赤身操作抽水泵的照片 但日前有知情人曝光一本15年前 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延安知青》的回忆录 清楚写着向中人士北京知青唐云 事件引发网络震动 纷纷斥责官媒无耻 苏州异议人士盼录告诉本台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现任领导人贴金 为了造神 为了重新塑造共产党领导人的全人形象 政治风险是很小的 政治投机的空间是巨大的 习近平是否知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通过这样忽略事实的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谎言宣传 的确维持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近70年的统治 这已不是第一次宣传习近平的短片被指造假 上周中央电视台播出习近平特级节目 当中指习近平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不换肩 遭观众质疑有违常理 因为我那时候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目前也有分析指 此事可能涉及中共内斗 或是文宣系统打着 纵赞习近平的幌子 对习近平进行高级黑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